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丁钱顾不上多想赶紧冲出去追 那人纵身爬上窗台 推开窗户往下一看有点犹豫 就得他稍稍迟疑丁钱碾到他的身后 伸手把张信然卧室门给推开了 借着房间里面的灯光 他大概能看清潜入者的样子 丁钱故意恐吓他 你逃不掉了 警察已经把院子都包围了 这个人微微一震 似乎信以为真了 他从窗台上下来 背对丁钱站着 丁钱注意到 这个人身材不高 看着也并不强壮 真是人不可貌想 事实上 有很多心狠手辣的凶手 外表看着都很瘦小 十分具有迷惑性 这大概是因为 自身条件并不具有优势 所以这种人反而手段狠毒 绝不给猎物反抗的机会 丁钱命令他 现在转回身 他暗中也在提防对方 防止他突然反击 那人没动 我让你转回身 听到没有 就在这时候 丁钱身后的张欣然 突然发出一声激烈的惊叫 叫声充满了恐惧 丁钱大吃一惊 不知道身后发生什么事情 可是他的目光 却不敢离开眼前的嫌疑人 他问张欣然 怎么了你 吕爱卿 张欣然吓得声音都变了 丁钱暗骂张欣然 关键时刻捣乱 胡说什么呢你 我没胡说 他就在窗外 丁钱现在也让张欣然 搞得心乱了 眼前这个疑似凶手的人 不能放松 可是张欣然说 吕爱卿在窗外 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目光紧盯着嫌疑人 脚步慢慢后退 退到张欣然的卧室 扭头看了一眼 这一看 却让他大吃一惊 窗户上赫然出现一个女人 烫火的短发 过失的黄外套 面色惨白 目光空洞 这张脸 这椰着 分明就是 网络照片上的吕爱卿 他不是已经死了二十年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到底死还是没死 就在丁钱刚一冷神 窗外的吕爱卿忽然向旁边飘去 看着就像飘浮在空中 没有一丝重量 这简直就是鬼魂啊 丁钱眼看吕爱卿从眼前飘走 身后传出张欣然再次发出的惊叫 这次连他都茫然了 他眼前看到的吕爱卿不可能是人装扮的 难道他也产生了幻觉吗 正当他和张欣然惊慌失措 那个被丁钱逼到角落的嫌疑人抓住机会 突然转身 从丁钱身边窜了过去 夺路而逃 丁钱惊醒过来 随后紧追 两个人从楼上追到楼下 丁钱身高腿长 但那人刚跑出院门的时候把他追上了 他用力扑上去把嫌疑人撞倒在地 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嫌疑人竟然大声地呼救 竟然是个女人的声音 这完全出乎丁钱的意料 九十点钟 附近也有一些路人 听到女人呼救 闻声跑了过来 被丁钱按住的女人更加卖力呼救 大声骂着 这个人是流氓 要遭见他 快救救他 那些不明真相的路人 出于本能的 更愿意相信一个弱女子 从四面八方把丁钱围住 丁钱急忙解释 大家别听他的 我现在抓杀人犯 但是他说完这句话 发现观众根本没人反应 明显是没人相信 确实很难相信 连自己都没有想到 嫌疑人居然会是一个女人 而且 而且这个女人 他还没来得及仔细看这个女人 但是忽然觉得他有些眼熟 他把女人拽起来定睛一看 还真认识 但怎么也想不到 是他 原路 张欣然丈夫邓泽明的骗头 丁钱质问他 你是个慢叶 跑到张欣然家干什么 原路根本就不回答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拼命想挣脱开 你放开我 你这个流氓 快放开 那些路人见状 越越越诗 你要当我们这么多人面 还这么猖狂啊 就是就是 我报警了 报什么警啊 咱们这么多人先收着他一顿 再送到警察区 丁钱看事要麻烦了 案子着急 正在这个时候 人群外面有人说道 谁要报警 我就是警察 一个五十多岁的很有气势的老头 亮出警官阵 分开人群走进来 丁钱一看来人 这才松了口气 幸亏你来了 要不然 不就得当流氓 送进公安局了 张瑞看见丁钱揪着一个女人 十分的费解 丁医生 你跟我说难打凶手来了 吃的就是她 这个 丁钱有些尴尬 我和你女儿当时发现有人敲开门锁 偷偷摸摸溜进来 行迹太可疑了 我也摸不清底线 随便一猜 而且这个女人确实很有问题 她一进门 就直奔你女儿的卧室 趴在门上偷听 分明是有什么企图 留堵住之后 不敢让我看清她真面目 还想借借逃走 在这种情况之下 非常时刻 她就算是个女人 也是很可疑 再则 张警官你好好看看 你认不出他们 张睿仔细一打量 一下认出了原路 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你翘锁进我女儿家 想干什么 少爽画照 老实交代 我 原路看形势不妙 急忙说道 我没有翘锁呀 我也不会那个 我说钥匙开的门 你看我还有钥匙呢 掏出钥匙 想证明自己清白 张睿冷笑了 李医生 你这钥匙从哪来的 我 从 从我老公那拿的 我去他家不犯法吧 放屁 谁是你老公 你跟邓泽明 没有任何法律关系 就是一对贱妇淫妇 那房子是他和他老婆的 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以为 我跟邓泽明是真爱 我们现在不就过着 夫妻的生活吗 张睿气得差点没抽的 不对呀 袁小姐 钉钱插话 我刚才问过张信然 他最近已经把家里门锁给换了 只有他和孩子 他父亲张警官三个人 有家里钥匙 他从来没给过第三个人钥匙 连邓泽明都没有 你手里这把钥匙 是从哪来的 你深更半夜 趁着张信然一个人在家 潜入他家里 你说没有企图 谁会相信呢 如果刚才我不在的话 你是不是还想对张信然 做什么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 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